同学们好 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做烧片使用的工具 首先是一把尺子 一个小剪刀 一个圆柱形的物体 还有一个切中线的轴 然后这是一个小手术刀 前几天不小心把刀给弄断了 但是现在有一点刀刃 反而我觉得更好用了 而且更安全 然后一个小的尖嘴钳 一个烫锥 一把材质刀 它的作用非常大 可以刮皮 可以切中线 也可以 修上打包 至少在十几年前 前十年我都是这样做的 然后你可能就只需要一把 只需要一把很像样的刀 当然我现在推荐这个安斗 它确实是在最后阶段你需要的 在我买到它之后 我修烧片就很少掉脚了 很少出故障 因为它足够快 然后又不是那么的 相对于这把刀来说 它向下切的力度不是很大 因为它是单刃刀 这是右手的 如果左手它是相反的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配一把小巧的方便携带的一把刀 这样呢你出行也许就可以带着它 然后带一个 当然还有一个舌头 舌片对吧 这个二三十块钱都有的 然后就是一些线 就这一套东西 我觉得你做哨片足以够用了 那在除了在这里面 除了这个烫锥和这个安斗 其实都还有这个中线轴 全都不是专业用品 都是文具店 这个是一个 之后会讲到做什么用啊 这是一个 里面是装刷子的 但我当然是不用里面 我只用外面了 相机镜头的刷 刷子 然后这也是老虎钱 小尖嘴老虎钱 几块钱吧 或者十几块 你不用到那个专门的双网管店去买 到专门双网管店 那就价格就翻了几倍 不知道 然后这个烫锥呢 是朋友送给我的 很早以前 这是上面有号码 这是Laurie的二号 Laurie的二号 它分很多很多 其实只要它比你的底座小就可以用了 比底座大是没办法会撑坏的 好上次讲了如何捏哨片居然帮助到很多人啊 我我我确实没想到这么小的一个问题像我们对我来说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动作居然呃很多人不知道居然帮助了很多人那呃今天开始呢我想呢就可能需要从更细的一些方面啊去讲一讲 然后呢如果我想不到的也欢迎你们提问 因为很多问题可能我已经觉得理所当然的但是呢对其他人来说呢呃并不熟悉 谢谢 谢谢 谢谢